5月28日,星期六下午,終於是本地賽事的最後一場比賽 潔志和冠中南區,終於爭取一個亞洲賽事的參賽資格 之前潔志在四場的時間,也擊敗了飛馬 南區就淘汰了藍華 到底哪支球隊可以獲得一個美賽 兼且下格可以衝出香港,面向亞洲呢? 兩支球隊今季認真有緣,之前已經試過六次對碰 六場比賽中,也試過兩隊各贏兩次,打和了兩次,開懷評分春色 來到這場比賽方面,戰情也頗緊湊下 由於潔志方面,這場比賽排出比較強的陣容 他們在早段已經有較多攻勢 僅僅3分鐘的時間,他們已經有新組的競射可惜中柱彈出 南區方面,這場比賽的陣容比較不完整 他們有梁家熙,中場方面的溫進,前線方面的夏志明等等 可能因為不同的原因不能夠上陣 看看這個突破給中間新組的競射也被門長王子謙救到 由於謝德謙繼續有傷,所以門長位置用上比較年輕的王子謙把關 可以看到上一場傑子攻勢,一浪接一浪 這篇打出來,不是太遠,幸好之後也有後位,回來幫幫手 冠中南區這場賽者,進攻主要都靠他 花西的外援蘇沙,這個遠石精彩 但王真鵬救到之後,有少少脫手都沒什麼大問題 正當這個波納不入之,在這邊就進攻了 菲蘭到納島,回到後面,單離的全球落到尾柱 角度很窄,但一樣射入 艾力是尾柱當中,入幫幫傑子打破這個僵局 當時是31分鐘的時間 接著傑子攻勢仍然較多 這場他們有新左、費難度和艾力是尾的攻堅 就是這個入球令到傑子上半場領前 比賽到下半場之後,天氣就越來越壞了 雨亦都越來越大 唐建文曾女助攻到尾柱,頭槌頂出來,不是太遠 這個波納射球也挺漂亮 側側身就抽過去,可惜林柱基的起腳也過不了王子謙 球迷,現場的觀眾都要去一些有瓦遮頭的地方 繼續看比賽 場地濕滑,大家埋身接觸越來越多 自不然也有更多的碰撞 這下邊線也看到陳詹希 當時也跟對方的唐建文有的碰撞 球證給了王牌,過來投訴的蘇沙 林家偉也過來圈圈對方的球員 冠中南區雖然這場賽事的機會就不算特別很多 但球迷看得非常投入 繼續立陷坐威 可惜蘇沙的傳中球一樣是沒辦法 這次的高球進閘也過不了王振鵬 並且上來助攻,加拉道有犯規 有一點點推開了對方的王振鵬 由於傑智在尾段也開始打了一些反應 藉著冠中南區比較多球員 壓到上去做進攻,後防空位較多 林家偉把握到機會 去到下半場的尾段的時間 把握到這次機會 當時沒什麼人過來被壓力的情況下射入了 不去到已經是保持階段了 差不多全軍都攻上來 全部都壓淺 加拉道的射球被判是越位在先 結果傑智贏球也確定下屆 繼續有得等亞洲賽 蔡河也訪問了他們的教練朱智光 看看對這場比賽有什麼看法 今天照我的主事 一定要拉得比較開一點去進攻他們 上半場因為 因為場地理想 我們真的做得到很耐性 用兩邊去進攻他們 效果不錯 所以我們上半場開到紀錄 幸好下半場下雨時已經開了紀錄 我想如果比賽前 就有這場雨我們困難很多 這場有事哥的林家偉 對今季又有什麼總結呢 對今季又有什麼 今年當然成績上是不滿意 因為始終我們都希望挑戰聯賽冠軍 自己就覺得今年的狀態其實不是太差 但始終球隊上半季的戰績不太好 有些改變 當Jerry就是林敏恩來之後 其實都幫到手 那球隊裡面有一個良性競爭 其實是一件好事